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是朱爱明 继续给大家播讲漫谈美国史 1776年3月的费城 第二次大陆会议 终于开始讨论一些有关独立的议题 3月16日 大陆会议讨论开放港口与外国通商 大家认为 荷兰在独立战争中也与外国通商 同时得到了有利的外部支持 通商可以使一些国家为了自己的利益 而向殖民地提供援助 那么大陆代表中有一个代表叫做维斯 他是一个温和的人 同时他也是一名律师 也从事文学和诗歌的创作 在讨论与外国通商这个问题的时候 维斯他就敏锐地指出 与外国通商表现出来的最重要的问题是 殖民地以什么样的身份与外国通商 是英国人还是英国的叛乱者 不都不是 而是殖民地天然就有权利 与其他国家结盟和通商 但是有人马上就指出 这就是宣布独立了 于是与外国通商就变成了异常敏感的问题 持续讨论了七个星期 最后终于七票赞成 五票反对 勉强通过了与外国通商的决议 这也意味着 北美殖民地在独立的大道上越走越远了 而大陆会议上另外一个重要的议题 仍然是军队的服役期 在所有的讨论话题中 华盛顿对这个是最无法接受的 充满了愤怒 从1688年工农革命以来 英国政治家有一个共识就是 常设军对自由是一种妨碍 常设军可以轻易地形成暴政 文化服役更有利于自由 这也是马萨诸塞一开始 就反对英军入驻的原因 如今对于自己的军队 也就是大陆军 大家同样是防患于未然 当时大博会议 坚持美军官兵的服役期只能是一年 这样的有利之处自然是减少军队对自由的干扰 减少了暴政的威胁 但是弊端也很明显 这种频繁的招募 无法形成稳定的战斗力 几乎每场战役都不得不使用大量的新兵作战 他们缺乏训练 相互之间也不熟悉默契 由于新旧之间交接必然带来损耗 在武器弹药和器械上的浪费巨大 而为了争取第二次招募 又不敢严格军纪 如果不使用军队而使用民兵 则费用更加的巨大 一个民兵等同于两个正规军的费用 在解散部队的同时 招募新兵又有非常多的实际困难 这些困难无法用语言来描述 比如说老兵薪资的发放 枪械营地的交接 新兵的争目训练等等 而且这些都要在同一时间内进行 特别在于与英军激战的时候 这种制度的危害就更加明显 我们之前提到了 在魁北克之战中战死的蒙哥马力将军 实际上就是被这种制度折腾死 这也让华盛顿自己经常处于危险之中 唯一幸幸的是 当时华盛顿的麾下 大陆军几乎全部都来自于新英格兰 都有着清教徒的信仰 相互之间多少还有点默契 否则后果更加的不堪设想 面对华盛顿的申诉 塞巴尔亚当斯建议延长服役时间 但是大多数人不愿意相信 也无法接受战争会延长 他们都把希望放在了威廉匹特的身上 希望他通过影响力制止这场战争 还有一些人把希望放在了法国人身上 希望与法国人的结盟能够使英国人却步 约翰亚当斯说 我希望为这场战争招募军队 但是不能依赖于军队 而是警惕军队 因为战争可能长达十年 约翰亚当斯这个理由充足的发言 实际上就结束了这场讨论 华盛顿的建议再次被树枝高阁 不了了之 华盛顿这个时候也无可奈何 他所面对的敌人是英军 要么是职业军人 要么是雇佣军 武器装备也远优于大陆军 华盛顿本来就承受了巨大的压力 而现在每年还要承受一次 这种解散老兵招募新兵的痛苦 不过华盛顿并没有被这样的逆境所压倒 他的坚韧和顽强确实是所罕见 另外一个重要的讨论 是关于军官的薪资问题 节俭的新英格兰和贵族气息浓郁的南方 在这方面的要求不太一样 新英格兰不会给军官提供太高的薪资 但是南方诸州却相反 有大陆会议的代表认为 这是一场新英格兰的战争 理应由新英格兰人承担费用 这显然是不合理的 因为危险 随于北美殖民地的每块土地之上 任何一个地方都有可能被卷入战争 在经过讨论之后 最后决定 把整个北美殖民地划分为三个战区 中部 南部和新英格兰战区 各自招募和维持军队 这样就免去了待遇方面要求不同的烦恼 同时大陆会议再次发行了400万美元的货币 用于支持战争 至此大陆会议总共发行了1000万美元的货币 因为没有征税权 只能通过发行货币维持战争 不过发行货币实际上也等同于征税 这个时候仍然有高达2000人的大陆军 仍然没有武器装备 所以议会第一次派出使节前往法国 这也是具有历史意义的第一步 由于之前一直对和解抱有幻想 害怕英国政府误解 所以没有和法国正式的接触 现在已经无所顾忌了 他们希望法国政府能够援助一些武器装备 同时商讨北美殖民地 如果真的独立 法国能够给予的支持具体有多少 支持是什么 3月16日 大陆会议还通过了法案 授权殖民地人民可以对英国船只 进行报复性的拦截 支持这个重要决议的有 新英格兰四周 纽约 弗吉尼亚和北卡 反对的是宾夕法尼亚与马里兰 3月19日 还通过了谴责乔治三世的决议 特别提出 正是由于乔治三世 一再无视殖民地的请愿 才使殖民地不得不走到今天反抗的境地 乔治三世宣布殖民地为叛乱之后这段时间的大陆会议 成果还是非常可观的 其中最重大的就是通过与外国通商 向全世界开放贸易的决议 从此殖民体系完全被打破 全世界的商船可以自由的前来贸易商谈 来自全世界的商品可以自由的输入美国 而殖民地的产品也可以自由的输往世界各地 一个没有英国政府的全新世界慢慢开始了 大陆会议独立的进程的加速 也使得宾州内部保安党人和自由党人的冲突加剧 自由党人认为一个仍然要求议员忠于国王的议会 怎么可能选出真正的代表参加大陆会议 于是在2月18日 大多数成员是自由党人的宾州联络委员会 决定再次召开自治议会 不过所有人政府当然极力地维护自己的权力 阻止独立的脚步 希望通过召开正式的议会来阻止自治议会的召开 他们把希望放在了迪克森的身上 迪克森这个时候也非常的矛盾 他的思想其实是激进的敏锐的 我们可以从前面提到的一封农民的来信中看到这些 但是由于受贵格派教育的长期影响 害怕独立带来的混乱和灾难 害怕生命和财产受到伤害 对战争总是充满了恐惧 所以他一次一次的拒绝独立是唯一的出路 在接下来的官方议会上 迪克森再次为所有人政府背书 他的思想在宾州并不是少数 可以说这才是宾州真正的民意 于是官方议会再次通过议案 向参加大陆会议的代表指示 不得支持任何独立倾向的决议 在美国独立的最关键的时刻 宾州仍然关上了独立的大门 当时对北美殖民地最大的外援 也是最重要的外援 就是法国 可是法国这个时候还是一个君主专制国家 他对于北美殖民地独立这场革命 实际上是忐忑不安的 他并不清楚这会给自己带来什么 他的心态是矛盾的 一方面法国认为 这是报百年仇恨的最佳时机 想利用这场革命狠狠地打击英国 将法国带回北美 并且带来各种商业上的利益 但是另一方面 如此一来就助长了殖民地独立运动 对法国自己的殖民地是一种极不好的示范作用 等于鼓励他们独立 是支持北美殖民地独立呢 还是反对 法国政治家内部也是分歧严重 不知如何是好 当时法国的外交大臣维基梅斯 他从总体出发 分析了可能出现的各种变局 他比较悲观 认为无论北美殖民地独立 或者被英国征服 都有可能给法国带来危险 第一种情况 英国可能与北美殖民地达成和解 大量军力在北美无处释放 而且费用惊人 为了补偿费用 必然会攻击法国的殖民地 法处新印度群岛 以及北美的新奥尔良等地 而以目前法西兰国在北美的兵力 根本就无法阻挡英军的进攻 第二种情况 乔治三世征服北美之后 实力大增 他可以将这种权威 转为一道英格兰本土 形成强大的权力 那么也完全可能 继而对法国用兵 彻底的征服法国 完成自己的霸业 第三种情况 英国如果在北美失败 为了安抚英国国内的不满 必然将怒火发现向法国与西班牙 从战胜两国得到补偿 其次 北美殖民地独立之后 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 大量的商品涌入法国 西班牙的美洲殖民地 从而使这些殖民地 摆脱对母国的依赖 寻求独立 维基梅斯的这些分析 应该是很有道理 不过同时 维基梅斯也认为 英国北美殖民地独立这场革命 也是法国 西班牙 一百多年来 难得的复仇机会 一百多年来的耻辱 很有可能就此洗刷 但是需要极小慎微 和深谋远虑 综合种种因素 维基梅斯认为 法国目前最好的策略就是 在一年内 保持中立 让英国知道 法国西班牙两国 是希望和平 于是能够放开手脚 大量用兵于北美殖民地 同时呢 暗中支持北美殖民地 但是不能大力支持 殖民地彻底独立前 这段时间 应该尽量的保持 殖民地与英国的实力均衡 让他们之间的战争 打得越长越好 时间越长 对法国西班牙越有利 然后在双方都筋疲力尽的时候 加大对殖民地的支持 使他们能够最终战胜 英国人的独立 如此一来 就是英国失去了 最大的一块殖民地 大大削弱了他的国力 也可以大大的羞辱 他们一番 总体上来看 维基梅斯还是倾向于支持殖民地独立 但是想让双方战争的时间尽量的延长 能够尽量削弱双方的实力 路易十六也向特戈征求意见 特戈是前总理 是法国历史上著名的总理 他无比的深刻和锐利 这个时候他担任的职务 是内阁的财政大臣 他在思考了三个星期之后 才向法国国王提出他的建议 他的分析极其的清晰和冷静 但是有点残酷 他主要的观点是 宁愿让英国镇压殖民地 也不能帮助殖民地独立 他是第一个预示到北美独立 将改变世界格局的人 他认为北美的独立 必将带来其他殖民地的争相独立 整个世界格局将彻底被打破 而且如果北美殖民地取得独立 那么法国必须改变自己的殖民地政策 应当任由这些殖民地独立 以一种互惠互利的方式 谋求法国的利益 他的这个认识 非常的犀利和睿智 200多年后的法国政治家 都没有办法达到他的高度 20世纪50年代 在被尊为法兰西伟人的 大高乐将军的主政下 法国仍然出兵镇压了 阿尔及利亚的独立运动 损兵折价 劳民伤财 最后还不得不让阿尔及利亚独立 由此可见 特格当年的思想 是如何的穿越了时间 特格还认为 即使英国镇压了殖民地的独立运动 殖民地的反抗也不会被消灭 而且永远也不会被消灭 殖民地人 必将退到原始森林中 继续抗争 殖民地的抗争 如同弹簧 压力越大 他的反弹力就越大 那么英国将永远的陷入战争的泥潭 而不能自拔 所以说 英国将殖民地独立运动镇压 是他认为最好的结局 是最有利于法国和西班牙的 其次 他认为如果英国镇压殖民地失败 那么也要让他耗尽所有的力量之后失败 于此一来 英国力量消耗殆尽 又失去了殖民地的支持 也就很难战胜法国西班牙两国 和平就可以尽量的维持下去 特克最主要的观点就是 如果北美殖民地获得独立 由此引发的商业与政治革命 不只会影响英国 而也会影响整个欧洲 他认为 北美殖民地独立之后 将是一个强大的 充满活力的国家 必将以一种开放的态度 与全世界贸易往来 整个殖民体系 将被彻底的打破 建立在垄断之上的权力 也将随之消失 而北美殖民地独立之后的信心向荣 对人类社会的冲击力是无法想象的 最主要的是 诱发包括反国殖民地在内的其他殖民地 纷纷的寻求独立 任何一个母国都必须改变其殖民地政策 否则不可避免的 殖民地都将离他们远去 从朋友变为敌人 这也是特克最犀利的预测 正如他所说 美国独立之后 西班牙的南美殖民地 看到美国繁荣强盛 羡慕不已 也爆发了盛世浩大的独立运动 从此 整个殖民体系 逐渐的被瓦解 特克还认为 这么多年来 为了殖民地的和平 为了殖民地的利益 法国国内也付出巨大 但是所得 未必如想象的多 北美殖民地独立之后 如果法国的殖民地谋求独立 那么就放任他们独立 不要做任何逆潮流的事情 只能顺势而为 把殖民地作为盟友 而不是臣民 那么法国国内 就减少很多不必要的付出 同时可以 在与殖民地的贸易中 获得补偿 弥补损失 这样的结论 虽然令人难以接受 但是实在令人折服 因为这体现了一个 真正政治家的深思熟虑 民意难为 强扭的瓜不甜 殖民地要独立 就让他们独立 没必要去阻止 只能从发展贸易上 寻找一条双方关系的新路 这也是20世纪以来 西方殖民地国家的 主要殖民政策 任何违背这一政策的 都将受到应有的惩罚 执行这一政策 最彻底的就是美国 他们任由菲律宾独立 甚至支持他独立 而菲律宾后悔 希望重新加入美国的时候 美国却坚决地拒绝了这一请求 因为该得的利益 同样可以通过贸易往来获得 那么执行这一政策 最不彻底的是法国 法国由于是天主教国家 天生就有一种专制的思想 很喜欢让对方完全的臣服 完全服从于法国的利益 但是在阿尔及利亚 在非洲 在所有法国的殖民地 法国人所有的努力 所有的用兵 最后都以惨败而告终 最后的结果 还是只能让殖民地独立